到底是怎麼樣的組合 可以想到把Oreo放在披薩裡面啊 我已經開始想說一定會非常的膩 然後很甜 一定會超不合啦 怎麼可能 是另外的好吃耶 這真的不是在幫畢生客業配 太扯了 真是好吃到我會想要再多吃兩塊的那種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要來介紹一款非常特別的美食 大概在上禮拜的時候呢 我在滑粉絲的LINE群 結果滑著滑著 突然被我看到一張堪比靈異照片的東西 這張照片裡面呢 是一個披薩 但是在這個披薩的上面 卻有著非常多不該出現在這個披薩上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新品 畢生客台味第一鹹酥雞披薩 好我們先來打開 這個堪比靈異照片的東西 哇 其實第一眼看上去很漂亮耶 我覺得它這個餅皮把它做成新型之後 看起來其實有增加這個披薩的豐富度的感覺 雖然說 感覺好像有點變小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披薩上面呢 有鹹酥雞 然後還有魷魚圈 還有甜不辣 這三個呢基本上應該是去鹹酥雞攤必點的東西啦 不過呢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旁邊會出現 OREO 到底是怎麼樣的組合 可以想到把OREO放在披薩裡面啊 其他東西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OREO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就要好好的考慮一下了 這OREO的部分呢 它是把這個餅皮 本來是吃心餅皮 在上面加上OREO 變成了一個叫做 黑脆可可吃心餅皮 算是一種新作的麵皮啦 不過我個人不太好的麵皮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試吃吧 我覺得它真的是比一般的披薩小快一點耶 不過我們現在拿到這披薩上面呢 有這個鹹酥雞 然後有魷魚圈跟OREO 那這一塊呢就沒有甜不辣 我覺得前面的部分應該不會到很早 哇 好鹹酥雞喔 我真的...我完全就在吃鹹酥雞耶 它在這個餅皮的中間呢 它有夾有九層塔 胡椒粉 還有那個蔥蒜 就是鹹酥雞才會特別炒出來 用蒜跟蔥跟胡椒 去做出調味的那種鹹酥雞風格 完全就已經進入它這個披薩裡面了 不是不太到起司的味道 就其實它這個披薩上面還是不有起司的 不過呢大部分吃進去完全就像是吃了一口鹹酥雞進去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披薩的九層塔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重 很難再去吃到其他的味道 然後再多咬幾口 我這一口呢吃到的是它魷魚圈的部分 我覺得它魷魚圈是很好吃的 這個炸的感覺我還以為它已經有點開始軟掉了 但其實沒有吃進去的時候 魷魚圈的那個鮮跟它的炸的那個感覺還是有出來 所以就會是先吃進去有九層塔的味道 然後接著呢魷魚圈的味道再進來 我們要來到我們的重頭戲了 究竟新的這個黑脆可可的餅皮呢 到底好不好吃 馬上來試試看 我們配上最後一點魷魚圈吃 怎麼可能 這是另外的好吃欸 怎麼可能很顛覆我的想像了 我已經開始想說一定會非常的膩然後很甜 一定會超不合啦 真的不會 太誇張了吧 這真的不是在幫畢生客業配 我知道大家看到這個組合呢 一定會覺得非常的奇怪 我自己也不堪想像 它中間Oreo的那個味道 它會先從奶油的那一塊化掉 所以你會先吃到奶油的那個味道 那個奶油的味道 完全就可以融入這個魷魚圈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巧克力的那個感覺才會進來 所以那個巧克力也就不會變得很突兀了 太扯了 欸真是好吃到 我會想要再多吃兩塊的那一種欸 我還以為 畢生客 是為了想要多有一些話題 所以故意製造這種 看起來一定超級難吃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 很好吃 那我們再換吃一塊 看看它的甜不辣的表現怎麼樣 甜不辣的應該是這一塊 這一塊呢應該是估計所有都有了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綠綠的這一撮呢 都是九層塔 所以我估計等一下第一口吃進去 九層塔的味道會非常的重 我們連甜不辣一起 好 九層塔的味道實在是太 什麼都吃不到 只吃到九層塔的味道 我覺得它在甜不辣裡面算是比較軟的 不過真的是吃不太到這個甜不辣的味道 我們再換一塊吃吃看好了 我覺得甜不辣的部分 就蠻普通的 沒有讓我有什麼很驚豔的感覺 對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由於圈算是這裡面 讓我覺得最好吃的配料了 那肉的部分就一般般 吃下去你會覺得 喔OK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綜合來說呢 我覺得今天這個第一台味鹹酥雞披薩 最讓我覺得驚豔的部分呢 肯定是它這個黑脆可可的餅皮了 因為一開始呢 這個Oreo呢 出現在這個披薩上 本身就是一件讓人覺得非常稀奇 想嘗試又害怕的那種感覺啦 所以這次吃了之後 沒想到這個應該是 讓我覺得最驚豔 最好吃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在之後呢 必勝客應該也會把它變成是一種選項 我們上次呢已經體驗過 五根腸旺豬血糕披薩 我本來覺得那已經夠獵奇了 沒想到必勝客還留了一手 在這一次的披薩當中呢 竟然甜鹹合併 把這個甜的Oreo搭上鹹酥雞 實在是越來越期待 必勝客之後 到底會有什麼新的品項會出來了 那比起來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次的披薩呢 那我更驚豔也覺得比上一次更好吃 這個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這個披薩我覺得可以給到 九分 我知道大家已經覺得誇張 你這一定是必勝客業配 而並沒有 這個大披薩一個也才三九九 我覺得嘗試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分開吃 評價都還算是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來挑戰看看 直接吃一口Oreo之後 馬上接著吃 魷魚圈的部分 我們試試看 好大一口 也不會覺得很突兀耶 天啊 難道Oreo這百搭嗎 我是先吃一口Oreo嘛 所以我會先有Oreo的味道進來 但你再接著 吃下這個魷魚圈的那一口的時候 沒想到 它在我嘴巴裡面 和熱融融的 都打麻將一樣 真的是太誇張了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